草丛里传出小男孩的求救声 小美和哥哥一边走进高草丛 一边准备打电话报警 可从他踏进高草丛的那刻起 手机就没有了信号 猛然间 小美发现自己已经和哥哥走失 他大喊起来 哥哥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这让小美暂时安下心来 为了确认彼此的位置 他们打算在同一时刻跳起来 然而正是这次的跳跃 让小美他们发现了高草丛的异常 第一次跳跃时 二人发现彼此就在十米左右的距离 然而等到第二次跳跃时 二人已经相聚百里 可在这期间 二人都没有移动半分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这片茂密的高草是多么的诡异 为了离开这片恐怖的桥地 他们开始拼命地向着对方的方向跑去 可知道两人跑得天黑 都没能像雨 筋疲力尽的小美 刚准备坐下休息 一旁的草丛就传来琐碎的声响 这时一个男人钻了出来 他说自己叫老王 而他和自己的妻儿 同样也是听到草里有求救声 才迷失在这里的 好不容易找到同伴 老王提出结伴同行 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空 小美同意了 而另一边 哥哥撞见了一个男孩 他告诉哥哥 在这个草丛中 人只能找到死去的尸体 活人几乎是不可能寻找到的 哥哥刚开始不信男孩的话 直到男孩说出他和小美的名字 哥哥这才相信了男孩说的话 男孩说 自己可以带他离开 哥哥被男孩带去了一块大石头前 男孩告诉他 只要触摸这块石头 哥哥就可以知道 一切他想知道的答案 然后哥哥刚伸手 想触摸这块巨大的石头时 远处突然传来小美的尖叫声 他立马收回了手 向着远处跑去 不久后 小美的前男友阿卷找了过来 阿卷看到高草丛前 小美掉落的书本 便怀疑小美在这个草丛里迷路了 为了找到小美 阿卷毫无防备地走进了这片草地 精敏的阿卷还怕迷路 便在路过的地方 将高草打劫作为记号 阿卷太小看这片草丛了 在他走后 他打劫的那些高草 草就偷偷恢复了原样 因此阿卷也成功被困在了这里 阿卷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夜晚 这时男孩突然出现 吓得阿卷跌倒在地上 男孩面无表情地说出阿卷的名字 说他可以帮阿卷找到小美 阿卷跟着男孩 来到了一块空地上 没想到小美早就变化成了一具白骨 阿卷哪里会相信 这就是自己的女朋友 直到她在白骨身上 吵到了小美项链 阿卷一下就晕了过去 次日 等她起来 发现耳边响起谈话声 阿卷文言急忙呼救 而听到她呼救的人 居然是老王一家三口 他们听到阿卷的呼救声 进入了这片草丛 你见过会吃人的草丛吗 只要你进入这片高草丛中 你就再也不可能走出这个诡异的地方 在这个诡异的高草丛中 他们几个人形成了闭环 老王一家听到阿卷的求救声 进了高草丛 而小美和哥哥 则是因为听到男孩的求救声才进来 阿卷却因为寻找进入高草的小美和哥哥 才被困在这里 这时 第二次循环中的小美和哥哥 走进了草地 既然人齐了 接下来 就是要走出这个诡异的地方 阿卷将男孩扛在肩上 让她看看出口在哪里 男孩看了半天 只找到远处有一间破破烂烂的厂房 竟然立马以此为目标 向前出发 这时 小美的手机突然响了 竟然是自己打来的 还说着奇怪的话 电话中的声音告诫她 不要吃到自己的孩子 也不要让哥哥打死阿卷 更不要和阿卷走散 不然 他们会一辈子困在这里 小美听得迷迷糊糊的 刚想问问别的讯息时 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竟然只好一步步 向着厂房方向进发 然而长时间的行走 又掐上滴水未尽 带着肚子的小美晕倒在地 这时 男孩的父亲老王突然出现 老王向他们保证 自己知道这个诡异草丛的出口 然而一些人跟着他 走到了天完全黑头 老王却只把他们 引到了一块巨石面前 紧接着 他用手触摸了那块大石头 一股诡异的感觉起来 让老王几乎开上了天 摸完石头后 老王让阿卷他们也试试 可可自告奋勇 刚想用手触摸石头时 一个女人从草丛里出现 他告诉阿卷他们 千万不要触摸那块巨石 不然他们都会被困在这里 原来女人是老王的妻子 他知道那块石头的诡异之处 然而老王仍坚持劝大家 触摸那块石头 可他越迈力推向那块大石头 阿卷一行人 就越是坚决不肯去触摸那块石头 老王气急败坏了起来 直接拽过自己的妻子 把他的头狠狠捏爆 阿卷一行人 见到这恐怖的一幕 被吓坏了 几人连忙带着男孩就要逃命 几人终于来到了厂房 可他们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一只小狗上一秒消失在草垛里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马路上 这时阿卷一激动 不小心跌下了阳台 幸好哥哥及时拉住了他 可这时哥哥去想起怀孕的妹妹小美 正是因为被阿卷抛弃 才来到这里 哥哥越想越气 干脆下开了手 阿卷就这样摔死了 阿卷死后 老王找了过来 几人继续逃命 这时小美察觉到哥哥的不对劲 直到他发现了阿卷的尸体 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哥哥被老王扼住喉咙 按在地上 老王一边用力一边嘟囔着 无论哥哥逃多少次 都会被自己杀死 就在哥哥转头时 发现远处堆满了自己的尸体 看来他早已被老王杀死了近百次 而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解决完哥哥后 老王又拽着小美去了巨石前 逼着他触摸巨石 小美趁其不意 拿出剪刀 偷袭了老王的一只眼 趁老王痛苦之际 小美向着草丛深处跑去 从未见过这么惨的女人 大致肚子迷路了不说 还被人追杀 女人嘹嘹嘹地 在一人高的草丛里逃命 这时 一个满脸长草的怪物突然出现 女人当场被吓到在地 还没得女人起身 她又被一只只手 抬到了一块大石头前 这时 地面突然塌陷出一个大洞 小美好奇地向里面看去 里面居然都是死在 这片草丛里的冤魂 小美拿出手机 给记录下了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 而这些内容 居然和一开始 她听到的一模一样 突然 小美的肚子开始疼痛起来 恍惚间 小美似乎看到了哥哥 正抱着自己出生的孩子 随后吃下了哥哥喂的食物 等小美定睛一看 眼前的哥哥突然变成了老王 而一旁她的孩子 似乎没了踪影 看到这一幕的小美 尖叫着昏了过去 这时 并没有摔死的男友阿卷走了过来 她看到昏倒在地上的小美 和孩子的尸体 二话不说 不知道阿卷哪里是老王的对手 眼看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 阿卷捡起一旁的高枣 缠上了老王的脖子 然后她拼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 将老王送上了西天 老王死了 小美也死了 阿卷悲痛不已 她知道 只有自己才能解决这段诡异的循环 为了阻止下一个小美和哥哥 进入这个地狱 她用手触摸了那块大黑石 瞬间 一股奇特的感觉 向阿卷袭来 这时的阿卷和这片草地 彻底连维了一体 一条条通往出口的路线 在脑海里浮现 她用自己最后的理智 将小美的项链交给了男孩 告诫她 之后再也不要进来了 也一定要阻止小美和哥哥进来 说完 抱起男孩 带去了安全的地方 随着一扇门打开 公路变回了白天的样子 而公路上 正停着一辆车 车上的小美和哥哥 听到草丛中的呼喊 就在他们准备进入高草丛时 男孩健壮 连忙拿出小美和阿卷的定情项链 劝她不要进入那里 看到笑脸后的小美 立马和哥哥沿路返回 离开了这里 而在草丛里 阿卷听到小美离开的声音后 这才送了一口气 此后阿卷的一声一事 都将被困在 这漫无边际的高草丛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赏号